李渊也面临着抉择呀 最后李渊拍板决定放弃整个这个河东 退到黄河以西坚守 但是此时他的二儿子李世民站了出来 李世民跟他父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李世民分析觉得形势还没有危机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上 他是坚决反对放弃河东地区 这些地方太过可惜 绝对不能轻易丢弃 不如这样的 你给我精兵三万 我去克服整地区 那李渊听了自己的儿子这个表述 李渊觉得勇气可在 于是他把动员起来的关中地区的这个兵力 主要交给了二儿子民 让李世民带着这个军队去出击刘武州 李世民行动的那天 出发的那天 那对于李渊来说 不光是李渊 你可以想见 当时对整个长安关中来说 这次出击至关重要 我觉得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如果李唐就此 就把河东地区真的给丢了的话 就有点像刘备丢了荆州 说实话 蜀汉已经无力统一天下了 因此这个时候 李世民的这个勇气 可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李渊对这个李世民 嘱托再三 而且非常不放心 送自己的这个儿子出征 此时已经是冬季了 而且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 说刘武州又在谋划进攻这个浩州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说 时不我待 必须赶紧地去救援 而这个时候刚好已经是冬季了 这个冬季啊 有一个好处 什么呢 黄河已经开始风洞了 所以李世民带领着军队日夜兼程 然后从黄河的兵面上踏兵而过 然后整个部队来到了百壁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囤扎了下来 囤扎下来之后 这个刘武州宋金刚的部队也赶来了 然后双方形成了一个对峙的这个局面 对峙的这个局面